第三筆就是說 我們在2018年 利用我家新一路的房子 去抵押房貸來借錢出來打選債 那一年的選債 我們獲得的選舉補助款是1700多萬 那一年的發費 就是人事跟活動的發費1500多萬 所以那一年也還有200多萬的選舉補助 就是還回那個選舉的發費之後 我們還有200多萬的一個現金所得這樣子 因為柯文哲自己在監察院的申報裡面有講說 他是拿所謂的選舉補助款 就一票30塊選舉補助款 去還房貸把它還清 那所以我就是拿所謂他的房貸2000萬 去減他的這個那個選舉補助款1700萬 那因為他有額外好像又不知道 就是應該也那個也是他自己的錢 就是他有所謂的這個保證金200萬 那加總起來的話大概還差60萬 所以他必須要倒貼60萬 所以那個是當時這個新聞的一個 來源的一個說法啦 所以我覺得大家要有一個概念是 不能把那所謂的政治現金啊 跟所謂的這個選舉補助款啊 跟那個所謂的他的房屋貸款 把它當成是一個大水庫 因為現在很多人就是把它拿來當大水庫 所以覺得還會有盈餘 但實際上這三筆錢是不能混用的 好 好